为什么那些优质男总是喜欢愿意给那些绿茶花钱 然后不给你花钱 就是因为绿茶比你情长高 一个顶级的绿茶是怎么做的 我之前认识的这些顶级的绿茶还是比较多的 他给男人送礼物 他会送什么 送内裤 送袜子 送这种贴身的东西 他还会在见面的时候去挑战 他说明天我给他检查你到底有没有穿 你知道男人听完这句话的感觉是怎么样吗 他不会觉得你是一个轻浮的人 他只会觉得他自己被撩的不要不要的 他会送一些车上会用的一些小摆件 小靠枕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成本都非常低 就百倍来块钱 对吧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 他成本虽然低 但是他迸发出来的威力特别强 我之前有个学员 他是一个小富婆 在我地方报了一个一对一的情商课 他眼睛眨都不眨都就给男人花钱 几万几万的话 之后还给这个男人买车买房 关键是他这个男朋友收了很多奢侈品 然后这个男生只会回些什么 只会回一些淘宝 买来一些A货这样子的礼物 然后他就跑过来问我 这个男的为什么会对我这么抠啊 我说你给这个男人花钱 你觉得你在表示你在爱他 但是男人的眼里不是这么小的 实际上就是你有钱就应该给我花 因为人性它就是如此简单 你越是让他容易得到 他越是不容易去珍惜 所以说为什么 一个男人愿意给女人花钱 就是因为绿茶情商特别高 他可以用这四两拨千斤的方式 去引导这个男人给他花 花时间花精力 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是如此 就是20%的一些技术 他掌握了80%的资源 所以我那个学员最后他哭哭啼啼的跑来扫我 他跟这个男人花了很多很多麻烦 结果呢 这个男的背着他去酒吧喝酒 和其他的小姐姐搞暧昧 下面这句话一定要听好了 第一点就是 你一定要在一段关系里面 你得学会怎么样去给自己立人设 包上自己 那这样子的话 资源才会向你靠拢 优质的男他会发现你的存在 跟你在一起他会觉得有面子 那本身他就是一种价值 你不需要给他花钱 所以你得学会给男人画笔 这样子的话 你才能让男人心甘情愿的为你付出 所以有些女生他觉得这些都是绿茶的操作 让这个男生觉得你是很难得到的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因为不会包装自己 你连你自己缺点都不展示给对方 那他会觉得你这个人他不是很真实 所以你在男人眼里像个老白菜一样 你一定要学会包装自己 不要觉得发朋友圈 是一件很low的事情 如果你不改变 你也不会包装 那天上不可能掉线品 哪有那么好的事呢 第二个就是 你得立下你自己的目标 并且明确你的措施 只是讲究效率 不要讲那些七八八的东西 停留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层面上 你得学会不断的去筛选 记住了 谈一个根本都不叫爱情 那叫将就 谈十个厘米你挑选一个 那个才算是爱情 你学会放弃 不能给你带来价值 但至少你不会活得那么累 你不会选错 因为有些女生不想将就 然后被别人扎的时候 又放不下 身上的枷锁又那么多 你根本没法把它们包开 因为你没有进步更好的 第三就是得不要脸 你给男人传递出来一种感觉 老娘就是有气质 去背爱马仕的身价 你要追稳 你得配得上我的生活 如果说你跟我在一起 你天天就给我吃六块钱的麻辣烫 对不起 拜拜 你就得给我付出 就得直接去锁定这帮目标人群 有些人你跟他说物质 他就怕了 实际上 一个人说你物质的话 他本来就不会给你付出 你要筛选出来 永远都是那些优质的男人 所以量变 才能产生质变 你抓住一个优势男 直接使劲 好就完事了 有很多女生他会害怕 哎呀 这个男的万一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就觉得自己很受挫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就是你永远不可能 让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喜欢你 所以既然那些人不愿意为你付出 那你留下他干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很多的底层逻辑 在这条视频里面 我已经告诉给你了 如果你还听不懂的话 赶紧来找我吧 有干货问题想学习的可以进首页粉丝群